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分享一篇很值得欣赏的文章 题目就是点滴之因必当涌泉以暴 点滴就是一滴滴的意思 涌泉就是泉水涌出来的意思 就是说你受人少少的恩惠 你都要用最大的回报给人家 我们在生活之中多多少少都会受别人的帮助 或者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毛病 跟某个人关系很好 但是一次而已 如果对方没有跟着我的意思去办事 或者为了一件很细微的事情发生争执 结果大家心里很不舒服 既然因为这么少的事情 以后大家不和大家做朋友 像麦露人那样 或者人家对我们有十次的好 有一次不好 前面十次都被我们全部抹杀了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情况呢? 很多人都会有的 人家帮了你一次 你可能很快忘记了 你可能很快忘记了 如果别人对不起你一次 你会记得很久 我们常常都记住别人的缺点 记住别人对我们不好的地方 于是我们会耿耿于画 越看越觉得这个人 全部都是缺点 越来越看得他不顺眼 觉得他不可理喻 其实别人呢 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块镜 如果你对着一块镜 挖着它 粗眉恶相 这块镜 反过来的样子 你就看到 粗眉恶相 灯眉弄眼的了 于是 我们如果这样对人 人家看到这样 自然又会这样对我们 大家就越看越不顺眼的了 原本很少的缺点 就会被放大了 我们看对方 就好像看他眼中钉 欲中刺 觉得要拔他而后快 如果我们总是记住 人家的好处 那也不同了吧 就算是少少的好呢 我们都记在心里面 那我们的心中老气呢 就会慢慢煙烧云散 心胸自然开阔 量大的人呢 就有多朋友 量小 没有人 喜欢跟你交友的 如果你有了广阔的胸襟 宽宏的亮度呢 你才认得朋友间的信任 增进彼此间的友谊 而且如果我们时时记住 人家好呢 是可以培养自己 谦虚的品质的 因为人无缘人 你对人宽容 就是对自己宽容 你善待别人呢 其实就是善待自己 你如果专挑别人的缺点 你不能够容忍呢 你一定觉得自己特别聂 自我感觉是最好的了 那你怎么会看到自己的缺点呢 这样就会丧失了改进提升的机会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别人的滴水之恩 记住人生历程之中 曾经帮助过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要有一个宽容的心 和一个广阔的胸襟 能够记住滴水之恩的人呢 时时都能够虚心学习奪人的优点 那自己的好处就自然会越来越多了 人际关系就越来越强 无形中你就会更加拥有 更丰富的精神财富的了 如果我们记住别人好呢 我们会有一个感恩的心的 这种生活 永远是比记住别人的缺点无病 有一个怨恨的心 痛苦的生活 是好上万倍的 既然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不记住别人的好呢 如果我们能够记住别人的好 对别人的缺点更加宽容些 日子久之后 我们会看到 所有都是人的美好的 我们的心情 你说是不是会更愉快呢 我们会看到天是蓝色 水是绿色 满眼都是尿雨花香 就算是冰天雪地的时候 你的内心也是温暖的 所以 用一个感恩的心去对待别人 你会发现 生活中因为有感恩的心 多了欢笑快乐珍成 而少了虚偽欺骗和伤害 聪明的朋友 你一定知道如何选择了 我让你来 saja 你发现了 点赞 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